哈喽大家好,我是美貌智慧病中的小楠 2021年飞快的过去 而伴随我们两年的新冠病毒也不曾停下脚步 目前冠病几乎占据了全球公众的注意力 但从致死率来看 冠病对人类的生命安全来说 并不是最危险的病毒 尤其历史上几次大流行的致命病菌 其实还在我们身边与人类共存 那么今天这期影片小楠就和大家分享 几个世纪以来最恐怖的十种致命病毒 有个亭上巨像是天女善华的美丽名城 但实际上却无比危险 幸亏在1977年之后 天花就已经在自然界中被人类消灭了 但是在此之前天花却曾经带走了我们许多的生命 屈膝天花是由欧洲殖民者带到美洲大陆的 传染性非常强 感染了天花病毒的人会全身长满豆腸 疫情最严重时 每10个患者中就有3人死亡 主要是通过带菌者的鼻液 拖曳还有豆腸中的液体传播 100年间美洲大陆原本上1亿的人口 因天花而减少至不足1000万 可见其恐怖性让人不得不忌惮 1796年英国印学家爱德华·詹纳研制出了天花疫苗 正因为这个疫苗以及科学界的集体努力 天花被彻底消灭 虽然这个过程长达了将近两个世纪 至今为止以这种方式被消灭的流行病只有一种就是天花 但即使在天花已经灭绝的今天 每个新生儿都会注射天花疫苗 爱博拉病毒堪称当代的天花 其首次爆发的时间是在1976年的时候 在非洲的伊尔爱博拉河地区 爱博拉病毒有5个属种 分别以5个非洲国家和地区命名 扎伊尔、苏丹、台义圣林、本地布教和里斯顿 其中以扎伊尔爱博拉病毒最为致命死亡率为90% 它目前在吉内亚、塞拉利亚和利比利亚以及其他地区传播 科学家认为可能是果蝇将扎伊尔爱博拉病毒带入了城市 最早发现于德国的马俄宝的丝状病毒的一种 主要通过这个体液传播 而且在显微镜下 我们可以发现该病毒看上去就像一个扭曲的乳液形状 拥有极其强大的复制能力 在感染上爱博拉病毒的时候 病毒会在身体中潜伏两天 然后就会出现高烧、头疼和喉咙痛 甚至会肌肉疼痛 并伴随剧烈的呕吐、腹痛、腹泻的症状发生 直到两个星期左右 爱博拉已经充斥人体内部 平均每滴血液中就有1亿个爱博拉病毒 这个时候爱博拉的复制已经无任何有效的手段可以阻止 于是疯狂复制的爱博拉病毒开始从人体外溢 导致人体器官坏死脱落 记忆体内外出血 血液血管内凝固 而宿主会在24小时内 以及恐怖的状态死亡 简单来说 爱博拉病毒拥有无可比拟的致命性 高效的潜伏器 以及目前尚未空白的免疫手段 因此当之无愧成为近代人类遗致的最恐怖病毒 狂犬病俗称风狗症 然而该病毒并不仅限于狗或者猫科的动物 而是任何动物都有可能感染 它通过咬伤或抓伤传播给人和动物 通常是经由唾液 人一旦被这些感染病毒的动物咬伤 就会引发孔水、怕风 咽后肌精卵、呼吸困难等等 感染后不迅速治疗 死亡率可达100% 狂犬病潜伏器通常为两三个月 短折不到一周、长折一年 这取决于狂犬病毒进入位置和病毒载量等因素 狂犬病最初症状是发热 伤口部位常有疼痛以及异常 或原因不明的刺痛或着痛感 除了南极州之外 其他各州都存在着狂犬病 但95%以上的人类死亡病例发生在亚洲和非洲 狂犬病是一种被忽视的热带病 主要影响偏远农村地区的贫困和脆弱的人群 大约88%的人类病例发生在农村地区 虽然目前已存在很有效的人类狂犬病疫苗和免疫 但对需要这些医疗产品的人来说 并不一定可得和可及 从全球来看 狂犬病的致死病例先有报告 其中5至14岁的儿童 往往成为受害者 为了治疗狂犬病暴露 其预防的平均费用在非洲为40美元 亚洲为49美元 这对受影响的贫苦非洲家庭来说 可能是灾难性的经济负担 因为他们的平均日收入 只有大约为每人1到2美元 不但如此 每年全世界有2900多万人 在被咬伤后接受免疫接种 这一做法估计每年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更意外的是 在全球范围 全类传播狂犬病 每年导致的经济负担 估计为86亿美元 在200年到2003年间席卷全球的费典 大家也都一定印象深刻 由于极强的传染性 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恐慌 不少医护人员也因感染死亡 SARS病毒属于冠状病毒的一种 长时间以来 冠状病毒虽然拥有很强的变异性 但对脊椎动物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嗜好 却一直不变 因此与人类和动物很多疾病有关 由于SARS病毒是一种以前从来不曾出现过的冠状病毒 因此人类对其完全没有免疫力 同时SARS病毒主要以这个空气为途径的 肥沫传播拥有极强的传染性 而且当时疫情初期 医学家又对SARS病毒缺乏足够的认知 和有效的这个防肥沫传播手段 导致疫情扩展异常迅速 当SARS病毒入侵人体后 会直接损伤淋巴细胞 破坏人体的免疫机制 经过两天的潜伏期 宿主会出现发热、干咳、胸闷等症状 严重者会迅速呼吸衰竭 HIV病毒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爱滋病 1981年人类首次在美国发现 HIV是一种球形病毒拥有着亮丽的外表 在入侵人体后会进入宿主细胞的基因组 对人体免疫系统中 最重要的T408组织大肆破坏 破坏人体免疫平衡 使人体全面丧失对这个病菌病毒 癌症细胞的抵抗力 换句话说 HIV本身不会直接引发这个人体疾病 但其对人体免疫系统 腹底抽形式的破坏 会让免疫细胞丧失复制能力 导致人类因其他疾病的复合感染而死亡 HIV之所以被称为世纪瘟疫 很大程度是因为它在人体内 拥有极长的潜伏期 在平均长达12年的潜伏期中 HIV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 以体的方式在人类个体间传播 而这些人表面上看似以常人无异 由此可见 HIV可说是最糟糕的一种病毒 因为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出现症状 而且死亡率很高 它之所以传播迅速 主要原因是感染者未必知道自己携带病毒 马尔堡病毒的恐怖程度 斯陶不亚于HIV 是一种致命性病毒 它的名字来自德国拉恩河畔一个田园木格班的小镇 但是这个小镇与病毒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马尔堡病毒是一种出血热病毒 并且会引发抽搐引击、粘膜、皮肤和器官出血 它的致死率高达90% 据悉1967年的秋天 当时希勒的马尔堡、法兰克福和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 几个实验室中突然爆发一种严重的出血热病毒 31名研究人员中有7人迅速死亡 经过调查发现 这些研究人员在此之前大多接触过一批来自 非洲乌干达的非洲律侯 随后在这些患者的血液和人体组织中 一种与所有移植病毒在形态和抗原性上 完全不同的这个病毒被分离出来 这种病毒就是死状病毒的一种 可说是埃博拉病毒的惊情 通常宿主的出发症状为 发力、头痛、发热、发汗、胃寒、肌肉疼痛 随后会呕吐、水氧腹泻和弥漫性的腹痛 经过7天的复制 马尔堡病毒会制造出其独有的特征性症状 也就是内出血并办法这个皮疹 皮肤会在无氧感的情况下脱血 最后在马尔堡病毒的爆发期 宿主会因内出血休克死亡 同时伴有这个弥漫性的血管内凝血的症状 甲型H1N1为时下最流行的病毒 由于最初宿主被认为是家族 所以被误称为猪流感 2009年3月18日突然现身于墨西哥 短时间内风行全球 拥有极强的传染力 甲型H1N1流感病毒中包含了 禽流感、猪流感和人流感 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 感染后会出现发烧、咳嗽、疲劳、肌肉酸痛等症状 根据资料显示 甲型H1N1流感病毒成球形 直近80纳米左右 当该病毒入侵人体后 免疫系统中的大量体细胞会被激活 对病毒进行杀灭 但同时体细胞数量急剧上升 反而会导致人体体细胞风暴 换句话说,对于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入侵 人体不但拥有足够的抵抗能力 反而导致抵抗能力过剩 而引发人体肺部的炎症 在杀灭这些病毒后 T细胞会收到甲型H1N1流感病毒 依然存活的误毒信号 因此T细胞数量会持续增加 最终导致人体免疫系统不堪重负 近乎崩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甲型H1N1流感病毒 简直就是病毒界的自杀炸弹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甲型H1N1流感的高发人群 不是免疫力较弱的儿童和老年人 而是身强体重的年轻人 虽然汉坦病毒的名字 并不如SARS那般如雷冠儿 但与冠状病毒的三变相比 属于球形病毒的汉坦病毒 却拥有更恐怖的进化能力 也就是说它可以与宿主共同进化 并通过各种涅死类动物传染 由于这个原因 汉坦病毒拥有非同寻常的多样性 在近几年的研究中 共发现34个基因型的汉坦病毒 其中至少有22个类型 被证明可以引起人类疾病 它的名字来自韩国的汉坦河 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 美国士兵被认为 最早在那附近感染上这种病毒 症状包括肺部疾病 发烧和肾衰竭 由于涅死类动物繁殖能力极强 生存范围广泛 并且通常可以和人类有较为密切的这个接触 因此汉坦病毒对人类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虽然在痊愈后可以获得永久免地力 但却依然拥有高达50-75%的超水准死亡率 作为一种儿熟能乡的疾病病原体 很多人认为这种病毒似乎温和许多 然而这绝对是一种错觉 人类肝炎病毒分为 甲型、蚁型、非甲、非蚁型和丁型病毒等类型 除了甲型通过食物传播且因潜伏期较短而比较容易防控外 其余肝炎的病毒类型均因较长的隐蔽性而难以控制 其中我们最熟悉但危害性却最大的这个乙肝病毒 已经成功将西太平洋区域将近1.2亿人口变成其宿主 在高流行区乙型肝炎病毒最常见的传播途径 是分娩时的母婴传播或在家庭内的水平传播 特别是在生命最初5年从感染幼儿传给未感染幼儿 又或者5岁前获得感染的婴儿发展到慢性感染的情况十分常见 乙型肝炎也能通过增刺、纹身和接触受感染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此外乙型肝炎可能出现性传播 特别是未接种疫苗且有多个性伴侣的人群 大多数人在新感染时没有任何症状 但也有些人会出现急性的病症 症状可持续数周 包括皮肤和眼睛发黄、尿色深、极度疲劳、恶性、呕吐和腹泻 少数急性肝炎患者会出现急性肝功能衰竭 进而导致死亡 在一些人中 疑性肝炎可能造成慢性肝脏感染 以后可能发展成肝硬化或肝癌的 目前接种抵肝疫苗是最主要的预防方法 世卫组织建议所有银额在出生后尽早获得这个疫苗接种 随后至少间隔四周注射第二剂或第三剂的疫苗 以完成全部疫苗接种程序 登革日或者俗称的普通日症应该也算是 我们马来西亚人民最熟悉的病毒之一了 它在日带非常流行 每年都有1亿以上的人口感染 登革日病毒最早于1779年在埃及开罗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被发现 最初根据症状被称为关节日 1869年英国伦敦皇家内科学会 根据感染此种病毒的人 因为肌肉关节疼痛 走起路来像穿了夹脚的高跟鞋的症状形象 而将其命名为Dengue 当隔热病毒由蚊子定要传播 侵入人体后会使宿主出现发热 剧烈的肌肉疼痛、关节疼痛等症状 如果不及时就医 有可能在约一个星期后 会出现广泛出血并迅速休克 死亡率高达50%以上 目前的预防方法除了消灭埃及班纹的自身地 较为资本的方法则是改善道路及排水沟的泄水搏度 移除飞机的轮胎跟盆栽 大水缸及天平闲值庭院中的水池 减少积水情况的发生 才能彻底隔于蚊子跟人的生活区域 好的,以上就是全球最恐怖的10大病毒 然而还有一个中击大魔王是没有在今天的分享里的 那就是蚊子的病毒 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很难免会对自然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 也许每当这个时候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会产生一种新型的病毒 而我们人类在面对蚊子的病毒时 总会在一段时间中一筹莫展 感到束手无策 这样就会加快蚊子病毒的传染 比如这两年突然爆发的新冠病毒 会不会就是大自然对人类不正当行为的一种包袱呢? 让人类自己导致生成的病毒侵入自身体内 毁灭人类 让人类文明就此终结 将一切推到重建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和我分享 但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做好防疫措施的同时 多照顾我们居住的自然环境 那这期就说到这里了 请继续支持User内容创作者 我是马来西亚小男 我们下期见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修桥不路不见尸骨 在传统的建筑行业 长久以来都有所谓大盛装的传说 人们之所以大盛装 据说是因为坡土洞工破坏了当地的风水局势 还可能惹怒了一方鬼神 因此为了进行安抚呢 县民们便说